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农卫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公布7月9日起全台所有上市肉猪、肉牛及肉羊进入屠宰场,需绞艳家畜健康声明书。 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表示,透过每张有特定的防疫统一编号的家畜健康声明书, 可有效结合全球卫星定位找出来源饲养场,提高地理精准度,确保疫情通报管道畅通。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新北市肉品市场每天拍卖来自各县市畜牧场三千多头竹,是全国最大单一肉品市场,更是双倍猪肉主要来源,防检局公告7月1日停打口提疫疫苗后。 新北市动保处对所有进入市场的运租车司机持续要求收取口提疫疫苗购买证名单, 并自7月9日起加收处主健康声明书。 动保处表示,防疫查核人员将逐一登陆防疫统一编号于防疫资讯网,并确认健康声明书填写是否确实相符, 防疫资讯网可及时回溯追踪至畜牧场,方便日后疫情通报追踪管理。 动保处表示,这些拍卖后的肉猪会逐一完成次清编号,肉品市场每天会将猪指拍卖顺序表, 即拍卖行情资讯上传到新北市肉品市场脸书专页,提供民众及下游食品业者查询每日肉品市场拍卖许号。 可了解肉猪来源牧场,追踪掌握生产履历情形。